欢迎收看广角智库 我是杨永明 我是张龙 我们又合体了 不是已经拆火了吗 开玩笑 没有因为的确确这个模式比较接近 虽然我们其实连出具规模都还没有达到 而且香龙连续两次因为自己请假再加上台风 有一次是老老天爷姐请假 一次是我请假 所以我们在广角的平台 我们两个人应该算第三次了 以后我们尽量会固定无论风雨 对不对 今天谈什么 麻生太郎 日本还是现在日本自民党执政党的副总裁 他做过首相 他也做过安倍晋三的副首相 蛮有趣味 首相都做过 下来做安倍晋三的副首相 但不管怎么样 他对日本的政治是有他的地位的 他的外祖父是最有名的日本的首相吉田茂 吉田茂就是签那个美日安保 没错 就是吉田茂的时代是日本的日本战户外交的高潮 对他的家族麻生家族在九州二四大战期间 其实是非常庞大的煤矿开矿矿产家族 中正有许多的这些被俘虏的包含前澳洲的外交部长 的父亲都还在二四大战期间被俘虏 在麻生家族矿产工作过 当然有些人认为是奴工 有些人认为你怎么可以拿这些被俘虏的战俘去 就是说从事这些矿工的工作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跟日本的政治历史其实都关系密切 他到台湾来做了一番这个言论 讲了三个主轴 要台湾人 要战争觉悟 要战争准备 要发展 嚇阻能力 嚇阻力量就是大概像日本一样 有那种一千公里以上的中程弹道飞弹 能够打 大陆的这些基地或者是军事基地 这些是怎么样的这个言论 这个言论引起怎么样的台湾内部的这个冲击 那当场赖清德的回复 居然是跟他与我心有气气焉 隔一天郭台铭早上跟他见面的时候呢 郭台铭就提出来给他和平倡议 和平宣言 也就是郭台铭那个时候在金门提出来和平宣言 在日本内部 反对党 立宪民主党 日本共产党 重批马争太郎 你讲的什么话 你违反日本的和平宪法 没错 我第一个听到就是说 一个所谓和平宪法就是反战宪法 它是战败国 那因为日本跟德国这两个战败国的身份呢 是隐含在联合国宪章里面 联合国宪章的核心的精神就是压抑二战的侵略国 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有再度发动侵略的可能性 对 所以日本跟德国都一样 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你看到日本跟德国都还在美国所主导的 就是说呢 这个战后的秩序的压制之下 不让他们呢 拥有太强的武装力量 那日本因为它有所谓的和平宪法 那个和平宪法就是一个标准的反战宪法 是连它自己的部队到现在为止呢 都还叫做自卫队 都叫自卫队啊 你听名字就知道了 它基本上面是没有海外动武的权利 也没有主动动武的权利 对于任何任何战争的诉求 他都应该呢自我克制寻求或者鼓励 用各种和平手段去解决冲突 可是麻生的调子 俨然就是一个战争贩子 战争 觉悟要台湾 当然他说了 希望两岸的问题能够和平处理 但是台湾人要战争的觉悟 你要战争的准备 你要准备上战场 然后你要发展这个嚇阻能力 这个话 我觉得就四个字 两个概念 失言 失礼 对不对 对 你要说失言 当然失言 对了 就是失言当有两个 一个是好像讲错话不应该讲 但是我不觉得 我不认为他是讲讲错话 他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 他从他自己的这个概念当中 心理的理念当中 他就是叫台湾要备战 那对两岸的战争的做准备 是 但其他的 其他衍生性的 不管是要贺阻啊 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的摆在现在的 现在的国际的 国际的冲突架构里面 麻生的提法 每一点都有很大的问题 对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觉得 要台湾对战争争要觉悟 这听起来很惊悚 很惊悚啊 他是日本前首相 他不是因为一个钱就不重要 他现在仍然是日本的副总裁 对 而且如果你了解日本 日本政治 他仍然是 仍然是现在的岸田文雄 还能够是首相的非常关键的派系 麻生派的这个主导者 对 没有麻生派的支持 岸田文雄现在的首相是做不下去的 所以基本上面他仍然是 他是目前日本的当权派 是自民党里面的当权派 而自民党是日本的政治的永远的当权派 在未来你都不要期待 日本的自民党有一天会下来 没有那个可能性 他的现在的所有的制度 尤其日本的派系政治的架构 保障了日本自民党 是一个民主专政的体制 有选举之名 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些所谓的政党轮替民主 他不会轮替 你讲他说出了心里的话 这里我赞成 但是以日本跟美国的不同的 就是说下来的政治人物到台湾来讲的话 似乎美国人讲这个话 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但这个话的内容还是相当的惊悚 尤其在现在两岸关系的紧张 跟中美的军事对抗的情况之下 可是日本政治人物来台湾讲这个话 我觉得很少见过去的安倍晋三 他最多也就是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这种战略性的论述反而让人家觉得 把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安全关系做一个连结 虽然我觉得这是话术 因为他并不代表日本现在的法律跟政策 即使是军费倍增之后的日本改变 他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态势 变成某种程度美国的印太副警长 但也是以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防卫 以及对美国的这个协助为主 对在这个这次的防卫白皮书 其实对于台海议题是有关注 但没有任何像麻生这样子讲 台湾人要准备战争 有不惜动武维护台湾 台湾安全的明智明确意志 这个话在我们自己 如果有一些台湾政治人物自己讲起来 或者是美国这样讲起来 这已经大概常听的 但即使如此 也是觉得说 其实相当的聪动 可是日本人物 日本政治人物讲这个话 我觉得就不应该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讲 我认为 他其实要延续李登辉 和安倍晋三 做对台湾 从日本政治人物的角度 对台湾的指导者 也就是说 他是站在一个他自己 他也觉得有这个高度 那你台湾应该要怎么样 你面对可能的冲突 你要有做好战争准备 那这个东西当然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重复 华盛顿不断对台湾的这种警示 所以某种程度 我觉得他也是代表着 美国的政策跟立场 也代表着日本自民党 应该就一定数量的政治人物的 心理的话跟态度 这不只是一定的数量 就像那个 选过首相的 那个高士造造苗 高士造苗 一样嘛 对 你他的那个鹰派的言论 不会比 不会比这个麻生太郎 要来的温和 可是呢 麻生太郎呢 这一刻的讲话 对有明显刚呢 以美国的卸任的政治人物 你说蓬蓬佩奥 到了台湾 或者呢 John Bolton 到了台湾 或者呢 或者这个 O'Brien 讲的一样凶啊 也一样很凶狠 我们发枪 发AK-47 每个人都要到准备 可是你要知道 他的所有的这些的讲话 基本上都还是一种防御性的讲话 可是呢 对麻生来讲 麻生呢 是一种呢 一种带着 就是说要戳台湾 要戳台湾呢 去跟大陆打 而且如果呢 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去K他 去炸他 这个呢 是很夸张 因为两个原因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他跟 他跟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 他跟日本的 日本的战后的战争反省经验 以及呢 那个战争反省经验之下 所形成的 日本的社会的 那个反战文化 是背道而驰 第二个就是说 不要忘了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日本当下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面呢 都还是二战时候的 受益者的家 家族 主要的主要的家族 虽然日本战败了 可是我告诉你 这些的家族 包括马尔森刚刚呢 也有名提到的 他们都是在战争的受益者 是 战争不管怎么打 老实讲 对他们这些家族的利益跟地位 没有什么影响 而当下呢 其实 中国的那种的 那种的 就是说呢 反日的情绪 在 在战争时候的那种的 那种的恨意啊 其实其实 道歉为止 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化解 因为日本并没有像德国一样去处理的很漂亮 没有 所以日本中日的关系啊 在底层的就是说群众心理里面来讲 仍然是 仍然是波涛汹汹涌 是 你讲到 讲到日本 如果不扯到 过去的那些的 那些的旧恨 我觉得都还好 但是如果旧恨上来的时候呢 那个薪酬呢 都会呢 都会被加权 而现在马阿生主动提到这件事情 那个呢 是不能小觑的 所以马阿生一开口的时候 我就觉得出问题了 第三个就是 你想今年 你会觉得 马阿生可能只是 马阿生就是一个嘴巴 过去在日本政坛上面 你看他过去的发言里面 他经常就是呢 就是那种那种 听起来呢 是金句频发的那种的 对 就是会不断的呢 会有脱口而出的各种的 很夸张的言论 他的个性跟风格就是如此 我们或许会觉得说 他就是这个样的 可是 我要提醒就是说 在政治 你回头 你回头去看 就是说历史上面的大政治事件 对于呢在当时的 当时的就是说呢 那种这种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破坏 甚至引发战争的 他都来自于这种的疯狂的言语的 不断的累积 而且他这次不是说 记者问他 他这个随便的回应一下 他是参加论坛讲话 稿子写好的 对 而且再一次他跟赖清德见面的时候 他讲类似的话 而赖清德的回应也是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戴清德最近很喜欢讲目标 他等于是在为 就是说 所以我刚刚讲第四点 就是说 麻生的这一次的讲话 尤其他参加的活动 叫做凯达格兰论坛 对 主办主办单位呢 是外交部呢 跟国安局的援警基金会 就是民进党政府了 对啦 就是基本上面呢 他这次来呢 就就是 就是帮赖清德站台的 对 他帮赖清德站台的 抛出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呢 基本上面等于是对赖清德呢 进行了公开的支持鼓舞 而那个鼓舞呢 把赖清德原来收起来的 那个所谓的和平保台的 那个和平的字眼 就冲淡掉 当然 他永远存在一个逻辑 就是呢 现在的民进党 或者是独派的力量 对于战争呢 所有抱持质疑的 避战心态的 避战主张的 认为所有的 亚洲的地缘政治 不止两岸关系 亚洲地缘政治事务 都应该寻求 政治上面的沟通 跟解决 都会被扣上一个 投降派的帽子 比如说 唐强龙是投降派 好吧 没关系 我就投降派好了 想要打的 我也没意见 但是 麻生此刻的讲话 对于这一次的 2024年的选举 我把麻生的讲话 视同日本对这次选举的 公开表态 这就我讲 他要扮演李登辉 跟安倍晋三 接下来 从日本政治层面 对台湾的政治 跟两岸关系的 指导者角色 为什么讲李登辉 他这次还去见了 这个参拜 就是 武指山公墓 他的这个就是 女儿也陪着他 李登辉女儿 也就是延续了 从日本的角度 李登辉更像 日本政治人物 日本的就是说 日本精神 理师求诸也 李登辉当然也是 支持台独的 他还成立了 台湾团结联盟 他认为 钓鱼台猎语 是属于日本的 这些言语 从日本政治人物的观点 哇 听都很顺耳 对 所以 从日本的这个 右翼的观点里面 在台湾问题上 那就一脉相传 李登辉 安倍晋三 麻生要来接 这个指导者的角色 而且这是 以上对下的指导者 你要备战 你要有觉悟 你要甚至 发展足够的 嚇阻能力 那这就刚才 湘龙所讲的了 要攻击能力 但这个方面 又跟美国的 不对称作战 似乎不相符合 当然 所以他这里面的 就凸显了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我们看俄乌战争 即使俄乌战争 打到现在 北约 美国 甚至英国 对于限制 乌克兰的攻击性 仍然 仍然是念自在自的 就是无论如何 不能够让乌克兰 有在北约 在美国 在英国 不预期的情况之之下 对俄罗斯的本土 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造成大规模的伤害 因为 他有6000枚的核武器 对 这件事情 只要被破坏了 因为 你看到最近的俄罗斯呢 已经不断的在警告 你北约已经 形同直接对俄罗斯作战 好 所以呢 他在这方面 仍然是克制的 所以呢 乌克兰呢 就是只能够接受一个 一个现实到 他自己不能够接受 但是也必要接受的现实 就是 他认为 他是被侵略的 他的领土呢 已经呢 已经失去了 五分之一 可是他却不能够对于对手呢 去发动 发动了所谓的 你到我 我家来 我就到你家去 所有的战争呢 都必须呢 在我的家 家里面打 这是现实 这是政治现实 但是麻生的提法 就不是啊 麻生的提法 就如果发生冲突 就打 你就应该呢 应该有发动攻击 包括日本现在的 现在的军事准备 都已经是远超过 日本的战后的和平宪法的 自卫的需求 他是对于所谓的 和平宪法第九条 做了非常宽松的扩张解释 来满足自己军备采购的需要 他已经拥有攻击性的武器 这种的攻击性的武器 已经远远的超过 日本的领土的范围 这个呢 其实本来在国际法上面 就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 战后秩序的破坏 跟日本本身呢 对战争反省的不足 以及呢日本呢 对未来冲突的状况的假定 那是一脉相成的 其实在日本身上的表现呢 是最直接的 战后秩序的瓦解 在日本的反应是最直接的 好那马生的这种提法呢 我们更要注意的是 他跟美国现在的 现在的对台湾的提法跟做法 是有落差的 对 美国呢其实对啦 我们不管是最近看到的 一些的报告啦 兰德的报告啊等等都一样 都都显示呢 美国对于台海 如果发生冲突了之后 台湾的现在 像这一次的汉光演习 这次汉光演习 两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说 日本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来 嗯 马生这个时候的讲话 如果你把今年 日本的日本的自卫队 尤其靠近台湾比较近的 像是宇纳国 像是石渊岛的 这些这些自卫队的指挥官 虽然大概都是呢 中阶的军官也参与了 这是第一次 作为观察员 这第一次都都都已经参与 在有参与的情况之下呢 马生呢 却是呢加油天天处的 那个呢对于台美的军事同盟 台美日的军事同盟的 那个想象的空间 在马生的嘴里面 几乎已经具体化了 但是第二个就是说呢 美国对于这次 你看到的汉光演习 汉光演习已经显示 是美国对于未来的台海 台海冲突形式的设定 是你也不要反攻打大陆 你也不要决战境外 你也不要反反登陆 你就打成真战 所以已经是假设 开战的时候呢 解放军一定登陆 登陆了之后 包括呢这两天你看到的 我们的宪兵的援额大幅扩充 扩充到一万名以上 宪兵这是干嘛的 我们待会有时间给聊一下 当过兵的 如果不知道宪兵要干嘛 那真的就太离谱了 宪兵的大幅的扩充 那都是典型的 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准备模式 可是你说呢 那个战争准备模式 固然美国也在 也在准备让台湾 卷入到一场 非常惨烈的战争 可是他的设定 是在台湾岛上面打 但是麻生不是 麻生就是打 那麻生如果说要策动反击 那我们就当然应该啊 那个呢 那个是外行人的直觉 实际上面来讲 美国不可能自己这样做 而且如果真的这样做 那日本一定会招大洋 各位 而且在他谈到 那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日本的角色呢 虽然他引用漫画 海贼王 海贼王 他说 不会 汝道夫不会背弃朋友 但这个是讲空话 他实际上讲的 我们的第一时间的任务 当然还是撤侨 两万多名日本的侨民在台湾 第一时间任务撤侨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这个他就当然很清楚 日本对于台海冲突 可能所采取的立场跟态度 还有做法 但明知道日本 不会直接介入 一定会背叛朋友 的情况之下 他还这样子的一个话术 然后呢 还去鼓励台湾 要有战争的准备跟觉悟 对不对 还呢 要有嚇阻能力 要有执行嚇阻的意志 且得到人民认同 也要将上述两点充分 让对方了解 他其实都是在讲日本自己 也就是日本在预算倍增之后呢 一直都在讲的是 如果遭受到 这个攻击的时候呢 要第一时间把对方的飞弹 基地和机场给摧毁掉 那他现在买了400枚战斧飞弹 也在做2000到3000公里的弹道飞弹的研发 预近2030年到35年 可以部署在弹道飞弹部署到神盾舰上面 其他的呢 是陆基为主的 所以他自己本身在做这种反击能力 反击能力就是攻击能力 反击能力就叫做战略威慑 虽然他不是这个核武 可是呢他具有 贺阻的这个能力 他在讲他自己 日本自己 那他现在 所以也就希望台湾有这样子的 这种能力 那但是呢 完全跟日本的政策不符合 跟美国的政策不符合 那也很清楚 他就是 某种程度在讲出来 虽然是现状的政策不符合 但是是在未来讨论或可能发展的选项之一的 这个作为跟政策啊 日本跟韩国 8月 8月18他们都要到美国去大卫营 这当然是8月份的几件大事情 从现在开始起算到8月底 大概20天左右的时间 有好几件 有好几个重要的会议 跟这个两边或者三边的关系呢 要观察的 近的呢 你看到的包括麻生来 然后接下去你看到赖清德就要出发 那赖清德可能就会感受到 就是说他刚从麻生这边得到的加持 到了美国呢 却好像到了冬天一样 那个呢是一个对照 可是呢 美国呢接下去呢 要邀日韩的日韩的首脑到大卫营 这个呢 这个会今年他们已经见了好几次面 那好几次 特别像是韩国的影席月5月 才刚经过呢 拜登的亲手的加持 搭着他的肩膀 唱American Pie 他又要来了 那你可以想见这一次的 这次的美日韩的会晤 应该会有戏 就是他不会是凭空的 就是应该会有一些呢 一些对于美日韩关系的安排的新的突破 对对日韩来讲 日韩 美国有在利用日韩的矛盾 在挑起日韩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味道 就是谁才是我美国属意的 在这个地方的纠察队长 韩国的那个影席月现在的表态的角色 就很有跟日本争取那个呢 就是美国任何认可的 我任命你呢 作为第一岛链 美国呢 在亚太利益的纠察队长 颇有那个味道了 在竞争了 所以日本的最近的一些的动作呢 不断的加码 我才是印太副警长 对 我就是从一个比较长的众生来看 几年前呢 我们在提醒 就是说 美国可能已经非常成功的挑起了亚太地区的新的一轮的军备竞赛 已经挑起了 就是已经使得所有的国家在美国个别施压的情况下面呢 都开始大幅的增加军费 大幅 对 那又便宜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军工 军工复合体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美式美规的系统 美国当然了大发逆势 第二个 因为所有的现代的主战的装备的第四代到第五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越 因为第五代的装备呢 基本上面呢 都是网络化的 网络化呢 就是最后的所有的战争的情报的讯息的整合 收集叛赌 不是参战国 而是美国 后来说呢 美国就是把所有的国家的 你采购我的武器 但是要怎么用这些武器 战场上如何发挥最大的效能 甚至于呢 这些的武器呢 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要如何运用 如何攻击 就像乌克兰一样 最后呢 下下指令的 是美国 是北约 他的情况呢 是一样的 美国挑起了军备竞赛之后呢 其实亚太地区呢 已经没有宁日 而他在玩弄日韩的关系的时候 我觉得以日韩今天的岸田文雄 跟尹齐悦来讲 两个人就是在竞争拜登的爱 拜登到到底最后 两个表现都都很好 那我要给谁第一名呢 谁要当我的纠察队队长当班长呢 班长跟副副班长差很多的啦 副班长呢 是虚荣而已啦 谁能够当当班长 你看到他利用这两个国家 在争取当美国呢 在亚太地区的 他的同盟国的班长的味道的时候 从麻生这些人讲话里面 我就充分透露出来的讯息 就是越来越激进 但是因为这牵涉到中日关系 牵涉到二战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办法基本化解的问题 所以早上 早上昨天我来听麻生讲话 麻生一讲话 我就知道完了出租大事了 我甚至觉得海贼王 海贼王在大陆大概要被禁 大陆的时间这个反应 第一时间胡言乱语 也就是说你讲的话 实在是太超过了 不够理性 然后呢干涉内政 指点别的这个地方 两岸的相关的这些事务 或者是战争的这个准备 我真的是觉得这有一点超过 那完全不像是我所认知到的 日本比较谨慎的 尤其是对外事务上的这些发言 那但是呢就是显现什么 第一个中美对抗的激烈 第二个江龙所讲的 日本在争取做副警长的角色 也非常的积极 第三个对台湾这种真的感觉 有那种以上对下的那种指导 的这种意味 很明显 我补充最后一点 就是我认为大陆方面 北京方面对于麻生的讲话的反应 第一时间的反应 是软弱的 是没有准备的 我认为北京会有另外的 再修正的加强版 对麻生的批判出来 因为麻生的讲话 他终究呢去触碰了战后 战后全球秩序里面的一个政治竞技 就是台湾是过去日本的殖民地 对于一个呢 在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掠夺的殖民地 你今天仍然回头是用一个呢 殖民族的那种口吻 在对这个呢 二战呢才改变的 这个殖民地的地位 你仍然保留了那个战前的讲话的姿态 这个呢是碰到了 就是说战后的联合国宪章之下的 战后秩序的一个大惊奇 所以如果你今天 今天日本如果麻生是到其他的国家 那就算了 可是呢麻生或者日本的政治人物 你到韩国或者到台湾 你讲话都要非常小心 对因为这都是呢 你在过去的战争的掠夺品 而在战败之后呢 才回到了现在的政治的地位 但是日本又回来 所以我们在标题当中呢 在提醒你 不要认为第三次的中日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是甲午战争 第二次呢 那就是呢八年卡抗战 你认为第三次的中日战争不会吗 但是彼此之间的位置不一样了 今天如果再发生冲突的时候 中国的反应恐怕就不像是前两次 在8月9号的时候呢 也就是礼拜三的时候 一大早 25架解放军的军机 就接近台湾 然后中间有10架 跨越海峡中线 跟延伸线 所以这已经很清楚了 那这个动作引来了 不只是延迟上的批判 也有真正的这些军事上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台湾自己本身要认清楚 那我就觉得郭台铭在隔一天的早上 跟他见面的时候 把那个和平宣言给他 因为郭台铭也不好意思直接批判他嘛 因为他要准备 还是要准备选举嘛 当然 但是呢这个动作做出来 因为我们台湾是要和平的 这个时候啊 我觉得 柯文哲 侯友宜 两方面就对这个事情 要有一点态度出来 你至少要把和平的态度 要讲出来嘛 你不要说人家到你家里面来 这个指指点点说 要你准备作战啊 枪拿起来啊 对不对 要去买什么武器啊 然后我们要两岸和平的嘛 交流对话的 把这个态度说出来 那有什么好不好说的 是不是 国民党这边 怎么样再把九二共识 这个论述 讲得更清楚 我觉得其实让人民更知道 在现在的这样子一个时间点 麻生过来 他讲的这些话 连日本内部的反对党都重批他哦 各位 日本的反对党虽然现在是薄弱 但是立场是非常清楚的 守护他们的和平宪法 对于麻生的东西 他们第一次的反应非常强烈 日本共产党 立宪民主党 都是党代表 跟执行长 非常强烈的批判 麻生 你完全的失言 你怎么跑到别的国家去 大喊战争 违反我们日本和平宪法 对不对 和平宪法里面所讲的 在对外关系上 不使用武力跟战争的手段 甚至对于以达成这个战争为目的的武装力量 都不维持 所以他后来叫自卫队 那在这个又很敏感的今年这个时间点 他整个预算double 对不对 产生2%的GDP 然后呢 不断的在扩充自卫队 这个时间点 你麻生跑到台湾来大喊战争 有没有搞错啊 是不是 所以当然这也看到 麻生他个人 这是他个人的啦 并不等于这个日本政府 不过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 日本官方政府 对于麻生发言的态度 麻生是日本的 虽然他现在是自民党的副总裁 但是再强调 他是日本现在的执政党里面的执政的派系 对 他除了过去他自己当过首相 副首相 财相 你也可以预期 未来 日本政政局 比如说现在岸田文雄 民调很低 日本的派系 如果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的重组 麻生卷土重来的机会 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他的这个讲话 已经破坏了战后的整个 以中日关系为主架构的亚洲的政治平衡 那这个亚洲的政治平衡 在麻生的讲话之后 所激起的那些的涟漪 都不能够用个人誓言 去讲话 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就是说因为中方在第一时间中方对于这种的这种的讲话多半多半都会有有分阶段的反应就是接下去的地言之后的这个这个反应比较完整的反应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理解中中方的到底在这件事情当中要计较到怎么样的程度 我补充一句话 就是说对立场或者是官方政策没有放弃那种就是说和平解决政治对话的调子这个我能理解可是那个呢就变成唱双谎 就是你从我一个越境的角度来讲你认为我要相信谁 以及你认为未来的两岸关系以及呢日本对于呢台海问题的态度是朝哪一边走 是朝着麻生的方向走 还是朝着现在岸田呢找官房长官呢出来降温的这个方向走 我们所有的所有的大国政政治都会呢做最坏打算做最好准备麻生的讲话一定会发酵的 对他必然会引导的中日关关系彼此之间的互信基础的进一步的破坏 他已经发生了对所以官房长官讲讲什么尤其官房长官讲的不痛不痒 不痛不痒那个没有意义你终究你麻生落地的时候呢仍然是你日本驻台的代表去招呼去迎迎接啊 他是执政党的副总裁是总裁就是首相啊 没有错啊就是你从一个内阁制的角度来的来讲你你形同形同政府大员 内阁制的特征呢就是政府跟政党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呢你仍然是呢你驻台的日本的日本在台交流协会去亲自招呼 没有因为你是一个政党的政党的副总裁而轻哭你 我说麻生的讲话绝对有政治效应 而且已经发发酵了对彼此之间的互信的破坏 对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互信破坏会非常的明显 而他对台湾的这场的选举的影响 赖清德的回应基本上是呼应麻生 可是我认为接下去台湾的岛内针对麻生的讲话 以及赖清德对于这种已经对战争要做准备 好不容易啊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 我认为民进党去年九合一败选之后 学到的真正有学到的就是不要张牙舞爪的 让人家觉得呢你民进党在主动的挑衅 以及呢在准备一场的战争 可是麻生讲完话之后我认为那都破功了 民进党从蔡英文在配合美国政策的一连串的作为 到赖清德目前所谈的这些话 7月10号的走路白宫达成政治目标 到他跟麻生的见面的回应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在鼓吹备战 他可以说我是鼓吹备战 我不是鼓吹战争 那是麻生讲的话 但是这有什么差别 因为你完全不谈避战 你完全不谈和平 和平只是刚开始挂了前面的一个贯用语而已 然后到后面99%的内容 就在谈如何面对战争 这是非常不平衡非常有差别 那我这边要请问向隆 那接下来他马上要去美国 美国会给他怎么样的待遇 赖清德 赖清德到美国的出访 我们纯粹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除了我在一个多月前 我开玩笑说 我梦到的我梦到了美国 美国对于赖清德 对于民进党 对于肖美琴 极力的要去争取一个赖清德过境的 一个风光的一个空间 营造出那个美国对他另眼相待 而且要暗示就说 美国对于赖清德的 赖清德2024年的胜选乐观 其成的那个味道 赖清德要的是这个味道 民进党要的是这个味道 不管蔡英文跟赖清德的私人的 私人的感觉如何 但是政权保卫战第一优先 可是美国不给 美国不给 美国不给 即使到现在为止呢 美方 美方的基本上就是那八个字 OK反正就 就是安全 舒适 然后 然后 尊严 然后 反正总言之呢就照惯例了 对 就那八个字 除此之外 美方都没有多讲什么 而到现在为止 你看到有关于赖清德的过境安排 一直到上个礼拜 才暴露他的过境点 对 去的时候呢 纽约 回来的时候呢 是在旧金山 是 因为在旧金山 其实 我相信在旧金山跟LA之间 应该也有些的拔河 如果在西岸的时候首选 应该会在LA 我觉得旧金山 为什么 Nancy Perosi在旧金山 OK 那个这当然是个 一定会安排见面 这是一个逻辑之一 可是因为 因为旧金山的 旧金山 旧金山对民进党来讲 有一点不利 旧金山呢 是 是兰桥 华侨的大比 但是因为 四月份的时候 蔡英文 就是在LA 洛杉矶建了麦卡锡 也在这个图书馆 我想赖金德 不太可能超越那样子的 整级跟规模 你到那边去 会形成一个比较效应 所以他就选择了旧金山 那旧金山刚好 这个八月份 就是一周年 裴洛西访台一周年 他前两天还发表一个文章 对不对 虽然还是支持一中原则 可是呢 相当程度的 就是说认为他访台是正确的 那一定会透过 赖金德在旧金山 裴洛西 因为他已经下来议长 我觉得拜登挡不住他了 去年就挡不住了 今年怎么挡得住 一定会跟赖金德见面 那这个东西呢 会引起怎么样的 火花的效应 这我们要观察 在纽约 你就要看 从华盛顿这边过去的 共和党的议员 怎么去捧他 怎么去要让这个氛围塑造出来 变成像这一次 麻生在台湾跟赖金德见面的 这种画面重演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会影响到 华盛顿 北京 在整个这个赖金德访问 尤其在跟赖金德 麻生讲了这三话 见了赖金德之后 这些都会累加起来 在接下来这个礼拜 会有一些动荡出现 我的 最后 我的想法跟永明所想的 可能的场景会不太一样 我的一方面 我们先看佩洛西好了 因为佩洛西毕竟现在已经 不是众议院议长 但她是议员 当你是议员的时候 众议院的议员 多如过江之际 来台湾来来去去的 也没有人在管你 到最后 换掉说 当你是个众议员的时候 就不是个卡 她是佩洛西 对 她虽然呢 她是前任的众议院的议长 但是我说 当你已经不是的时候呢 不管你讲些什么 对北京来讲呢 就是可以冷处理 第二个就是 可以冷处理 对 第二个就是 对于拜登来讲 我就看拜登这一次呢 对于民主党的议员们 因为上一次呢 她把民主党的在地的政治人物 看管的非常紧 四月份 四月份 对 蔡英文到纽约的时候 蔡英文在纽约过境的时候 她几乎感觉不到呢 美国当下的执政党 对她呢 有任何的 任何的温暖 没有 到底谁在执政啊 对 就是几乎看不出来 但是倒过来讲 你说 你说共和党 共和党可能会想要去 三峰蝶点火 想要去蹭点 蹭点温温度啊 想要在赖清德上做点文章 这个时候就看赖清德的判断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仍然呢 继续的跟共和党 在那勾勾搭搭的 民主党的拜登 不会没有反应 我为什么会这样主张 我觉得从北京的角度 她觉得在台湾议题上 已经不是单纯的 跟你华盛顿的执政当局在过招 她在跟台独过招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一样 她看到台独 如果被人家三峰点火起来的时候 她就一定会想要去 就是说提出她的这个警告 对 那如果今天只是跟华盛顿的执政当局 民主党拜登政府的话 那她是可以操作 上一次 我也我们也看到上一次 在 在这个蔡英文访问的时候 是这么操作 北京某种程度 也就是 虽不满意 但也就忍下去了 但这一次呢 我觉得 因为这是接下来 赖清德要选明年的大选 对不对 所以如果现在是看到 她是要跟台独的这种 越来越旺的绅士过招的时候 她的作为可能就会不一样 我的想法 对好 所以我在 我在一个多月前呢 我在做梦的时候呢 到最后呢 我梦到 梦到赖清德 萧美琴呢 悲从中来啊 就是觉得已经 在美国那边已经沟通 你在哪天赶快 再做个梦啊 沟通 之后没有 就是因为情 其实情绪上呢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话 最后呢 最后我估计了 就是说 赖清德在这次过境的时候呢 她会自我限索 她会自我限索 就是 就是不找麻烦 因为找麻烦的 变数太多了 那不找麻烦 同时呢 拜登呢 对于赖清德的过境 当你不找麻烦的时候呢 我就呢 我就在我原来 承诺你的范围之内 我估计 大概会让她 跟当地的这些呢 亲民进党的 台胞的 这些呢 团体 会有个晚宴 会似有若无的 释放出一些晚宴的气氛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其他的大概 目前的 目前的这个预期了 对所以呢 所以相对于 相对于当下的这种的 呃 台湾的选举气氛来讲 美国呢 是冷处理的 但是麻生 是巴不得 火越烧越旺 对 两者之间 有很大的不同 那你认为这个会影响到 中日关系吗 这就是一个 接接下去的观察的重点 所以我在 当 因为麻生昨天讲话 那今天 今天大陆的外交部的这些呢 我回应都还在发言人的层级上面 对 还在发言人层级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都是新闻应对式的讲话 嗯 还没有把麻生的讲话 升高到一个战略性的 或者是 或者是呢 中日的 中日的政治框架 政治互信的 那个层次 对 发言人的讲话 就是新闻应对性的讲话 嗯 就是有记者提问 那我要 我嘴巴没有开 你也大概知道 我毛宁要讲些什么 汪文必要要讲些什么 我一定会有中方的立场 可是那个讲话 高来高高去 连四平八稳都谈不上 因为还没有定调 嗯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就要 要如何去思考 以及他未来的扩散效应 所以我认为麻生的讲话 看接下去 大陆方面 会不会有比发言人更高层级 再再上去 你必须是往王毅讲讲话 嗯 王毅马上就要到东盟 东盟在三国去访问 对 他去新加坡 去马来西亚 去柬埔寨 对 他到这地方访问的时候呢 基本上 王毅这个时候到东盟 但是却没有到菲律宾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个讯号 嗯 在当下中非关系呢 有点紧张 因为刚发生人爱疆事件 对 王毅到到东盟三国 尤其到现在呢 跟跟中国很可能形成一个 中国跟东盟呢 一个很亲近的军事上的 合作关系的柬埔寨 但是他们有去菲律宾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王毅这次的出访 势必呢 会大家呢 对焦在就是 不管是南海 台海的紧张关系 一定会有人呢 希望王毅能够针对呢 麻生的讲话 中日关系呢 会有些讲话 就看 就看王毅啦 就外交部会升高到 王毅的层次 只要升高到 王毅的层次的时候 那中日韩的关系 变数就很多 因为他牵涉到两件事情 就是中方现在的表达 一定会 会等 等到 我要等到你 8月18号 在 在就是说呢 美日韩 在美国 在大卫营 对 的见完面之后 我要看你们干嘛 是 到时候呢 再一次反应 第二个 不要忘了 就是 因为王毅也还在等 大陆也还在等 因为你们邀我王毅去访问 你们 你们不是很热情的 邀我王毅 要 布林肯不是公开的 邀王毅到美国去访问吗 那如果眼前 台海的情势紧张 而你美日韩之间 又在暗示 要寻求更亲近的 结盟关系 王毅会不会到美国 就是很大变数 王毅如果不到 那就知道 中美关系呢 过去从气球事件之后 好不容易回温的 中美国关系 又下去了 又黄雕了 好吧 我们今天 这个直播的部分 我们应该算直播 入播了 预录的 那因为香隆又有事情 但是呢 我们每个礼拜 一定会抓着他 然后呢 让我们两个 能够再次的这个合体 为大家来解读 尤其要听香隆的这个意见 证明 真的证明 我们并没有 破破裂 对 哈哈哈哈哈哈 开开开 开玩笑 开玩笑 好的 那就非常谢谢香隆 也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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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